頂著大太陽 站在路口回首 拜託選民多多支持 拜託了 或是主意握手發文宣 高雄市議員張漢中 被拒絕就再接再厲 出兵的 出兵的 張漢中 好 再次 來 再一次分 再一次分 不輕易被打倒的個性 來自於他的另一個身份 吞下背心 維修服上身 變身黑手 十五歲開始 從修車學徒慢慢熬 有多苦 只有自己知道 但學起來的都是本領 鏡子點火 他不發電 也要換新的 要換新的 喬一眼就知道機車哪裡出問題 張漢中的耳朵 更是自動車的故障檢測器 車會燉一燉 然後就被拒絕了 好 好 好 那些就是比較難修理 光聽聲音就知道 皮帶老舊該換新 這間老顧客來修車 修得安心 當了議員的張漢中 要求接班的兒子 也得誠信對人 白手起家的這間機車行 經營了37年 說到老老黑的評價 很厲害 豐富很厲害 又不知道多好 其實他做人很老實 說實在很實在 他價錢也是很合理的 他那時候出來說要選議員 議員我們就二貨不收 我們都會投給他 還要幫他 推到我們的親朋好友 張漢中決定選議員後 才意外發現 原來自己用心經營機車行 替自己拉了不少選票 一通電話張漢中就出動 提供只有他專屬的 選民服務 要看我這樣 只要選 肉丁二手 手沒過 開關這麼少 不好這樣 要選議員前從沒想過 這從15歲開始學的技能 讓他無意間累積了 不少選票 把做機車行動 放在自己外面 整個電話 有其他時間 整個中的精神 服務顧客 服務選民 儘管張漢中轉換了身分 但一路走來的精神 始終不變 三電新聞 邱少陽 林韻茲 高雄報導